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片落叶 担心 寂寞心 等待天明 怀抱 无限温馨的回忆 也曾快乐的时光 也曾美了几圈 我还记得那灿烂似朝阳的笑颜 默然回忆一生 也一生 上海的朋友好不好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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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清爽也有礼和悲欢 为人在你我勇气 有要生起大地的光芒 善良失去的往昔 默默静开一角 伸出双手 若我充满身份心 是我贵的爱是你 谢谢新年快乐 真的很高兴 今天晚上能够跟你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2012年我希望我们所有都能够梦想高飞 好不好 你的热情渐渐冷漠 你的笑容化为沉默 酒店的行事和独自体会 酒店的我 想飞 风吹过风也飘落 我还在这留恋什么 酒店的行事和独自体会 酒店的我 想飞 我要战时飞下 越过高山和海洋 带着我的迷惑 酒店的酒店的来自体会 有空调 酒店的行事和独自体会 世界高飞 当年水过梦也飘落 我还在这留恋什么 酒店的行事和独自体会 酒店的我 相飞 欢迎首歌给大家看一下吧 Yeah Happy New Year 这边朋友欢迎一下吧 All right Hello Yeah Yeah Happy New Year 翠过风也飘落 我还在这留恋什么 秋天的心事和肚子 这边朋友欢迎一下吧 我要暂时飞翔 越过高山和海洋 带着我的衣瓦 找个地方买藏腰杀 天开爱情就要掉落 你我不该这样错过 秋天的心事和肚子体会 秋天的我 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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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谢谢 费肖大哥 费肖大哥请留步 到这边来好不好 大家再次把热情掌声送给我们的费肖大哥 好吗 好 我都有亲吻的 那我替男粉丝握握手 你好 费肖大哥你好 又见面了 对啊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真的是要跟我们飞翔大哥一起聊一下 因为真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次见到飞翔大哥总会这么样的气质非凡风度翩翩 你太客气了 我觉得在费肖的身上呢好像从来没有感觉过时光的流逝 你知道吗 费肖大哥你应该叫叫满头 应该不是满头 半头银发的朱真 保持青春的秘诀是什么 不行 我是半头 还有个满头白发的陈蕾在那边 你叫叫他 OK 不是我真的觉得好快啊 一年都过去了 你又没有感觉到好快好快啊 越来越快 我真的 所以真的我也非常非常清楚 一年一年过去我也越来越老了 所以真的没办法了 谢谢 没有但是在舞台上总给大家非常年轻的感觉 谢谢 因为其实啊最重要保持一种快乐年轻的心态很重要是不是 当然了 而且呢因为像我们啊平时唱歌真的不敢把话筒拉那么远 好远啊也真是 那平时恋声又会有什么样的诀窍呢 哎呀也没有了 我其实蛮懒的真的 然后年纪越大就越懒真的这就是一个事实 可是呢我最主要呢我觉得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 就是最重要 哎平时在过年的时候会不会也会走遍世界各地去感受新年到来时候的那种盛景 其实我有 哪里的声况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对举两个例子 你知道我 哎呀我真的有好多地方 当然我我 我母亲是在上海 她住在定居在上海 所以我也经常会在上海 是在哪个街道啊 我能好成绩 其实我经常能有机会到上海来 然后今天也特别高兴能够跟她一起迎接新年在上海 可是呢我去年在埃及 你怎么过年的我们来听听看 哇他们那边呢也是当然一样的 就哪里都是一样的 都是非常的欢快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当然要大吃大玩 然后当然我美国的家在纽约 所以纽约有那个最经典的那个水晶球 在那个时代广场 所以这个也是每一年都会看到的 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说到重点了 我们就将会走进纽约的时代广场 一会儿我们只要这个跨年时间到了以后 还将会看看纽约的朋友到底是怎么跨年 是的一定很狂的 其实说到家乡现在落户在上海 上海应该是你的故乡第二故乡 应该是 所以我们很期待听费翔的一首歌曲是哪一首 故乡的云 能不能听唱几句 哎呦天呐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她不停地向我召唤 回来吧 回来哟 浪迹天涯的游子 谢谢啊 谢谢 等一下 谢谢